嗨各位 欢迎回到第五节目 让我们开始 所以我们要试试 去找一个新的 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些SSR 或者什么之后 所以我们有一个R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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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 渡阴山 几步思归还把酒 关公征战 做男儿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 渡阴山 莫闻 莫窥 莫传 真正的贵族 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所以我没有他 昔日夜上寿书 今朝黄袍退 噢 新闻 这是一个SSR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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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且慢 你定然有事瞒着我 是拿我当外人了吗 表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只是如今长春殿乃是非之地 我不想连累你 我不想连累你 一家人修起羽工 理应守王相助 表哥你不想说就是了 恨口拿连累我做幌子 表妹 我没有 我并非 带我查清寒儿蒙冤的真相 定会一五一十告知你的 蒙冤 原来传言非虚 韩节鱼落水一世 当真怀疑到了寒儿身上 表哥 是谁要对寒儿不利 这 如今传言四起 我又亲眼目睹长春殿被封 心里着实放心不下 还请表哥如实相告吧 也罢 既然你已听说 韩节鱼落水之事 那可知南海珍珠 南海珍珠 不错 有人在韩节鱼落水的湖边 发现了一颗南海珍珠 此株非韩节鱼之物 故而怀疑 是有人蓄意为之 可这与韩儿有何干系 韩儿是断不会行如此之事的 韩儿与韩节鱼同居长春殿 有人自他的寝殿中 搜出了一颗南海珍珠 质地与湖边遗落的 别无二致 铁正如山 韩儿 白口莫辩 怎么会这样 我如今也是毫无头绪 心急如焚 若三日后 我不能向君上 证明韩儿的清白 只怕谢家 听着韩儿的声音 我变得更加热心 但我把她提起来 帮助了 然后我们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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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助你调查韩儿之事吧 你 不成 表哥 你如今尚未站稳脚跟 卷入其中 只怕对你有害无益 可韩儿是我的妹妹 谢家上下也是我的亲人 我终究做不到置身事外 更何况 表哥行走后殿都有不便 我或许能助表哥一臂之力 我知你素来聪慧 主意也多 有你相助固然是好 但这不比外头 此事尚需从长计议 表哥为我深思熟虑 我敏感无内 只是韩儿他等不起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表妹 罢了 你这执扭的脾气啊 真拿你没法 表哥这是答应了 但你也要答应我 遇事切莫成强 遇上了难处 也一定要同我说 好 都听表哥的 表哥 那我们如今从何查清 要查清韩杰鱼落水一事 需从南海珍珠着手 你竟于此道 或许有独特的见解 南海珍珠现在何处 如今物证 君上让我代为看管 我去取了 你且往道上等我 切记 低调行事 好 再见 这真漂亮 你 换身朴素的装扮 再去见表哥吧 这样应当不会引人注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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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珍珠的霞缝中 好像有什么东西 用珠柴挑出来看看吧 表哥你看 这珍珠的霞缝中为何会有粉 淡淡的香味有些熟悉 表妹可是想到了什么 这味道似乎在尚服局闻到过 是哪位夫人的衣裳呢 别急别急慢慢想 一时想不起来了 表哥你且收好证物 我会想法子确认这香味的来源 一切小心 我便再从别处寻找线索 如今先送你回尚服局吧 你能走到这儿也算是小有实力 你之前走的谢夫人赏识 能否继续走下去 还要看你是否能过我这关 对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想着护你无用 却不料还是将你卷入这汹涌的暗流 都说我们是一家人了 何必如此见外 只是因为一家人吗 表哥方才说什么 没 没什么 那你早去歇息吧 我走了 表哥慢走 奇怪 别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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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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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